Hello大家好 我是阿龙 那现在我是呆在贝尔格莱德的一家民宿里边 那么今天我就要离开塞尔维亚了 那按照惯例呢 我还是得出一期视频 来告诉大家 我在塞尔维亚的这段时间 一共花了多少钱 让大家对这边的物价消费水平有一个认识 这民宿空间很大很大 然后旁边这里是接近200人民币一晚上 然后这两天我还是比较咳嗽 就买了这个紫壳糖片 这个紫壳糖片还挺有效的 吃的时候是不咳 但是不吃就咳了 还有这个紫壳糖浆 我之前在ATNG取的这两张烂钱 我昨天去银行换 他们不给我换 这边跟国内不一样 像我们国内的话 残币拿到银行银行就会给你兑换新的 这边它就是你在ATNG的哪一个所属的银行取的 你得到那个银行去 所以说我这两张钱算是废了 但是还好不多 就是1000的话就66 2000的话就是132 这样子 OK 那么现在就跟大家说说 我在塞尔维亚待的一共多少天 就接近40天里面 我一共花了多少钱 其实40天里面有7天是在黑山的 所以说单纯在塞尔维亚的时间是33天 那么我在塞尔维亚这33天 一共是花了 我看一下数字 14596块钱 人民币 这是人民币 然后呢 在这边其实开销也还行吧 因为我知道在其他的欧洲国家其实开销会更大的 但是塞尔维亚其实还行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市中心住宿呢 一般是到200多300多人民币这样子一个晚上 就是比较一般像我这样子比较一般的住宿 但如果你要住的好一点 可能就五六百这样子起了 然后吃饭的话呢 吃中餐 像我到那个旺角茶餐厅吃中餐 一餐的话 大概是在60到70人民币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要吃当地的食物 如果你是下馆子的话 也会贵一点 就是大概100多人民币 吃的住的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玩的话呢 塞尔维亚其实并没有特别多值得玩的地方啊 个人感觉并没有 但是如果你没有体验过欧洲的那种生活 那种慢生活的话 我觉得你很适合来这里去体验一下 因为旁边就是波黑嘛 除了塞尔维亚你完了之后呢 还可以去波黑 但是如果你两个地方只能选一个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波黑比较合适一点 塞尔维亚它并不是一个 一个很大众的一个旅游国家 但是波黑的萨拉热窝呢 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会更值得去探索一点 我也更喜欢萨拉热窝 说实在的 那么塞尔维亚还有波黑或者黑山 这几个国家呢 巴尔干半岛这几个国家 就可以连着一起逛一下了 然后打车的话呢 一般就是500 600 700地纳的样子 就一般一到三公里都是这个价格 OK以上就是我在塞尔维亚 待了33天的一个总结 一个分享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的 有的话呢 请在评论区点出 我会给大家回复的 那现在我要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塞尔维亚 前往土耳其了 Thank you 现在离开贝尔格莱德 离开塞尔维亚了 这旁边就是我们之前看日落的 那个凯莱美格丹 那个城堡 这里很漂亮 在旁边是个动物园 然后再过去就是城堡了 这里就是尼古拉特斯拉机场的 特斯拉机场 我是来到这边才知道 特斯拉是这里的人 塞尔维亚的人 直环机现在准备登机了 好多人 感觉去土耳其的人 特别的特别的多 然后外边还是天亮的 等我们到了土耳其 应该就天黑了 我们要坐的 应该就是这一班飞机了 那我们今晚土耳其见吧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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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土耳其了 现在是土耳其这边的七点半 成功落地 火鸡之国 现在正是远夕阳的时候 拿行李取现金买电话卡 这机场对狗狗太友好了 他们把狗狗都带上飞机了 然后一直待下来 这是坐在我前面的 机场出口的右手边 这里有租车的 然后这旁边有卖电话卡的 这都是卖电话卡的 还有握打风 然后这旁边有取钱的ATM机 还是很方便的 咱们现在先去取钱 我看到银联了 这个是可以取银联卡的 OK 这就是2000 以兰 现在去这里买一张电话卡 975,000 那挺贵的 来旁边这里看一下他们家的价格 他们家的价格也是差不多的 930里拉25GB 就是上差不多 我要坐地铁去到亚洲区的卡达库的地方 要坐50分钟 先去办个地铁卡 先把这个语言换成中文的 这个是刺卡的充值 然后这个就是买的 OK 鱼儿就有20了 咖啡是50 鱼儿是20 现在 这里就是卡的充值 00派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咱们就去这个地方吧 咱们就来这坐吧 我现在到了这个卡达库里这个站 但是呢 我手机没电了 你只有1%的电了 马上要关机了 所以我得找个地方充电 没办法 我这手机必须得有电 如果没有电的话 我出去导航不了的话 那我就跟瞎子一样 到处乱走 希望这个是有用的吧 拯救一下我的手机 卧槽 这个地铁站那么随便的吗 狗狗就睡在这 直接过就可以了 那个房东说 他让他的朋友开个摩托车来接我 所以说 等待会我们就坐个摩托车过去吧 打上摩托车咯 没想到第一次来土耳其就这么刺激啊 哈喽各位 现在我已经入住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订的这个民宿了 三个晚上一共是四百五十块钱 这样子一百五一个晚上 人民币哈 除了阳台呢 这个房间还算可以 还蛮大的 我感觉 这个是修烟 这个是厨房 这些冰箱啊 什么都可以用的 还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客厅 然后这是工作台 可以在这工作 真的很棒 我现在肚子有点饿 我得去找点东西吃了 先去马路边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去看一下 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何申请这个土耳其的电子签证 很简单的 就输这个网址就可以了 输这个网址之后出来就是这样子 然后大家只需要填中国普通护照 就把这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填进去之后 然后再付款就可以了 这个土耳其的电子签证十分的方便 你填完所有的信息 付完款之后 十分钟之内 就能够收到他的这个电子签证了 然后付款60美金 支付宝付款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用支付宝 因为我之前用信用卡 支付失败 但是呢 他把这个钱给扣了 然后我就写那个邮件联系了他们 他们就把我这个电子签证给 最终给发到我的邮箱里面去 所以大家为了避免出现这个失败的情况 就不要用信用卡了 不然就像我这样子比较麻烦 那这个呢 就是土耳其的电子签证 还是很简单的 我现在一个人出来大街上逆时 现在是晚上的十二点 惊悄悄的 刚刚找到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 咱们去看一下 我在这谷歌地图上找到一家小饭馆 残饮馆子 是这里吧 看看有什么吃的 哦 有这个鸡翅 and do you have a beef? beef kebab? a beef do you know beef? kashabereda I would use one lilla 啊 is one spicy one is not spicy ok touch you very much ok chicken conant 啊 chicken conant yes zerman ok l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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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bereda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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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 5 thank you 这路边的苍蝇馆子 就在这里点了一串 那个kabar就是牛肉 然后还有一串就是烤鸡翅 然后就在那边烤 看看他这里的土耳其的这个烤肉怎么样 说土耳其的烤肉挺出名的 应该味道还行 看看吧 哦 塞了 化了 啊 OK Morino 哦 thank you thank you 他说这是不用钱的 咱们来尝一下他这个沙拉 就是各种青菜 哎呀 终于可以吃到菜叶子了 没啥味道 单纯的青菜 啥味道啥酱也没有 纯生丝 我的烤肉待会就能吃了 slicy 不要slicy 不要slicy 咱们就不吃辣的 还有点咳嗽 不吃辣的 这个烤鸡翅 然后还有这个烤牛肉 尝一下尝一下 哦 这个是面 这是面包条是吧 还有这个是应该是拌着肉吃的 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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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反正他们就是煎的吧 反正是煎饼的意思吧 就夹着这个肉吃就是了 这个就是我在土耳其的第一餐了 吃一下 吃一下 赶紧吃一下 我用他这个饼 抓着这个肉卷一下 哦 哦 可以 但是烤的是很香的 可以 这烤鸡翅好吃 很好吃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烤鸡翅 很香 如果再来的话 我就点这个烤鸡翅就可以了 烤鸡翅就很多了 五个还是六个 现在我是在民宿这里吃早餐 这个房东给我做了一点点 这个 是香肠 煎鸡蛋 还有泡了一杯咖啡 就这个泡的 很香 他这个咖啡很香 就是很喜欢喝咖啡 是一碗 是一碗 相信我 OK 没关系 没关系 美好的一天 就从房东的这一顿早餐开始了 给大家看看外边的景色 这个是伊斯坦布尔城市的景色 现在就和房东 Sabi一起享用这个早餐 这是很高兴的 你和我分享这个 谢谢你 非常感谢 还有咖啡 大家享受 开始的日子 谢谢 Thank you. Before? 这个是 Oli, so it's a sweet thing? Of course, no not sweet, it's salty, just one taste. Okay, I have a taste. 有点咸,咸咸的,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叫 Oli,这样一个东西,很咸,咸咸的 Yes, it's the most special Turkish coffee in Turkey, and we sell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coffee is special things, not the filter coffee. We just drink small glasses, the special for Turkish coffee, and we cook these things. Yeah, in the stove, on the stove, yeah, and like I cook it two or three times, and then put it in the cup. I like that, yes, two or three times we cook. It's very famous, we can sell all over the world, and US and Europeans will know. Maybe in China, that's not somebody, the people not know. Yeah, they do know, not so many people know this Turkish coffee, yes. But I want to taste it, it's very good. Yeah, I see many of them on the street, they're selling this kind of coffee, like they cook it, On the sand, right? Yes, on the sand, right? Yes, on the sand, yes. Ah, this is what I sent to Safrii's gift. This is a武师的一个钥匙扣. Do you like it? Yes, of course, it's very good, the tiger. I'll show you the Chinese武师,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It's a lion dance, in different wood piles. They acted like lions. Take a guess, do you know how many people inside this lion? I think two. Yeah, you're right. But it seems like to be just one person. Yeah, that's interesting. They need a lot of training about this. I think you have a very good job. You can travel everywhere. Yeah. You can find some crazy persons and talk too much, something like me. I love making friends. Yeah, I love making friends. Yeah, yeah. Traveling is something I like. I love to do. So, I do it full time. So, can you explain to me why this moon starts in the national flag of Turkey? Our nation flags, our independence war,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We have lost a half million person 100 years ago. And some writer has a write our independence story. He just think about everywhere is blood at the night. It's one day somebody seems to everywhere's blood, stars and moon, and he recognized it's a good idea for the national things. It's the red things. It's our grandfather's blood. Sir, it's your grandfather's blood. And at night, they see the moon and light. Yes. So. It's our story. Yes. 特別感謝這個房東,就是他跟我分享了他自己做的早餐, 然後還泡了一杯當地的這個不要有特色的土耳其咖啡給我喝, 他們這個土耳其咖啡是不需要顧慮的, 就直接把這個咖啡粉放到這個土耳其咖啡糊子裡面去煮, 煮廢了兩三次就可以直接喝了,沉澱之後喝了, 然後我也打算到街上去買一罐,然後自己再回國,自己慢慢泡著喝。 OK,以上就是今天視頻的全部內容了, 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在土耳其吃了第一頓晚餐, 然後還有喝到的這個土耳其的咖啡, 還有遇到這個房東, 那下一個視頻呢,我就會跟之前認識的玲玲一起去探索一下伊斯坦布爾的跳蚤集市, 大家不要錯過了, OK,我們下期視頻見,拜拜!